东小小 去看看 家里的蚊子太多 捉不完 怎么办 不要急 不要慌 教你一招 只吸一个口罩 家里的蚊子来多少 灭多少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会妈小树娘 在这沿着酷暑的夏季里 相信大家最害怕的 应该就是蚊子吧 夏天来了 这可恶的蚊子大惊 也就开始大量在上市了 蚊子叮咬了 真的是让人痛恨又无奈 那是让人特别特别的心烦 尤其是晚上睡着了 还能被蚊子给它盯起 如果家里是有应户 或者家里的宝宝 也不敢点着蚊枪 那么家里的蚊子 如果没给它做干净 睡觉的时候 时不时都会在耳边 来个嗡嗡 做响个不停 听了真的是十分的无奈 也是特别特别的心烦 但是如果家里要是点上蚊浆 来吸感蚊虫的情况下 家里要是有孕妇或者小宝宝的朋友们 对家里的孩子或者孕妈妈 真的是特别的不友好 可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许把蚊子给它吸感金光 也是十分的不耐烦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不要急不要慌 赶紧把家里这种废弃 仪式性的口罩拿出来 另外就能帮您解决掉这个大麻烦 相信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每当到了这沿着酷暑的夏季里 比至深宜30-40度高温更让人转转难眠的 那就是山地利利声环绕在您耳边 嗡嗡嗡响个不停 集体围绕您的团建加山的蚊子们 有的人不惜暗夜久久 平息不动 也要带蚊子停稳在咱们的脸上后 开始狠狠地怒散自己的耳光 即使未能击中蚊子 也要狠狠地吸给它噼里啪啦 啪个一下 万里打正了呢 那少一只算一只吧 但也有不少的朋友不惜一夜未眠 是要与蚊子斗中道地 尤其是我妈妈还有老奶奶 整夜真的是完全睡不着 因为不闭上眼睛 他就会听到蚊子在旁边耳边嗡嗡响个不停 一旦有蚊子声音在那边响 他就会睡不着 那么整个晚上拿着一个扫电筒 就在那边东早西早 东桌西桌 东啪西啪 真的是整个晚上没想能让大家睡个安稳觉 你想着今夜呢 我和蚊子只有一个能缓下来 有些人呢 甚至自己的蚊子呢 珍爱的对象 所以没事熟悉呢 偶遇蚊子打尽的时候呢 就会闭而言之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虽然你是这样想的 不幸引发人文大战 但是天生就爱惹似的蚊子 可不是这样想的哦 就算连在500米开外 他也能像这个雷达扫描一样 确定在你的方位 直奔你而来 真的是毫不过张的说 时时刻他会永远离不开你 爱对你真的是爱不释手 有一些呢 皮肤他就是比较独特的 不管蚊子如何去给他叮咬 他这个始终都是没有感觉的 顶多叮咬完之后 就算蚊子吃饱了 睡在他的脚底下 他还是没有肢节 那这样的皮肤真的是太好了 但也有 有一些朋友就是 每当蚊子给他叮咬的时候 就会开始使劲的吸给他捉挠 直到流血破皮的为止 就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皮肤 每当到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 整个大腿还要瘦呢 真的是几乎找不到 有一次是完整的几乎这个皮肤的 都可以说是美术呢 都是被蚊子叮到自己去给他捉挠过后 导致破皮 还有长肩的这个情况 到这样的双腿还有双手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无奈 搞得自己冬天每次到来的时候 都是酸这个大肠裤 还有把这卧子给他包的特别的紧实 但是这腿和脚已经包紧实了 那么这该死的蚊子还是没办法把我放过 他就开始往脸上脖子使劲的吸叮咬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痛恨 不过自从西隔壁孙一位老爷爷家里 做了仪式课回家之后 交了我一个冷孙的图方画 真别说特别特别的管用 我们家里再也不用点这个蚊香 担心蚊香点多了 吸入咱们这身体也是特别的不友好 所以老爷爷就把他的冷孙图方画交给我之后 我家每年夏天都在使用 特别特别的使用 不过视频都讲到这里了 其实每一个视频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时亮的视频 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的用上点宝贵发色的小手 帮小时亮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其实老爷爷的这种冷孙图方法 做法也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首先咱们先从家里拿收这种 费息一次性的口罩 因为这几年口罩的原因 那么这个口罩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 也是随舍所得的 几乎每家都会囤上很多这种口罩 不过咱们平时如果出门买个菜 带完了这个一次性口罩 也不要急的给它扔掉 留在咱们家中 这用途也是多到说不完 那么首先咱们随便拿出一个这种 一次性的口罩 先把口罩的这鼻梁上的这个小铁丝呢 给它收出来 像这根小铁丝呢用途也是特别的广泛 就比如咱们平时这个充电线呢 用完了之后啊 是不是整个家里都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那么时时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小铁丝 把这些送电线的耳机线呢折叠一下 然后给它车纳洗来 这样子呢不仅简单 而且还特别方便来寻找 安静整洁有力的哦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用一个小剪刀 把这个口罩的一端给它剪下来 因为这口罩呢 咱们剪好之后 把里面掰开来看一下 里面是有三层的 我们呢可以往里面撒入一小把的这种大蒜汁 这大蒜呢 咱们可以用一个小刀洗给它拍碎 这样子呢 供容激化出里面这股独特的细微 紧接着咱们继续掏出一小把的这种花椒粒 这些花椒呢不需要太多 大概十颗左右就可以 然后继续把它装进口罩的另外一边 接着啊 我们再把这弹力绳呢 把这口罩的西可树进行去给它绑紧就可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不管是大蒜还是花椒 它里面的那一股细味都是比较容易的 蚊子有一些啊 就感觉特别的势别 非常的不喜欢 那更别说这种蚊绳呢 蚊了之后啊 都会必而言之 再也不敢靠近了 这样简单啊 一包这种万能的西港蚊绳包就制作完成了 平时呢 咱们可以多制作一些 接着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蚊绳包 西港蚊绳的这个蚊绳绳包呢 给它过到这个大门的门口外 那么这样一来蚊子一旦闻到了这个细味之后 就再也不敢靠近我们家里了 这样子咱们静静修修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 蚊子啊 为什么能这边给它跑进来了 像这样的一个啊 西港蚊绳包呢 咱们平时可以多制作一些啊 比如霜外啊 或者厕所里面呢 每个房间的霜头底下啊 可以给它扔上这样简单的一包 都拥起到一个西港蚊绳的作用 这样一来呢 咱们再也不用担心 睡觉的时候呢 这凡人的蚊子大惊呢 在这耳边开始嗡嗡响不停 或者把家里的小宝宝给它叮咬上 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大红包之类 简单给它过上一包啊 这一系列的大麻烦大问题 都会随之而破解 不得不说老爷爷的风火真的是太实用了 当然如果咱们晚上就是想带孩子 收进外面逛一圈的时候 担心孩子被蚊子叮咬的情况下 也可以把这一包呢 用一个别人给它 别在这一壶的后背上 这样一来呢 您就再也不用担心 梳门不用几分钟的时间 家里的小宝宝已经被蚊子叮到的 到处都是大红包之类的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哦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我的视频 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的 宝贵花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一些 小方法小校们呢 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以及分享哦 让更多的朋友呢 学习更多 收益更多 我们下段的设计团 我们下段的学习 我们下段的设计方案 我们下段的设计划